针对台铁高雄机场都市计划法中 大片原始森林绿疫可能消失大半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对此表达遗憾 根据市府已将相关规划送交中央审议 如此行为 根本不重视城市发展文史和绿带环境保护 同时也不注重NGO团体的专业建议 都市计划是一个总和性的考虑 就地带地的里长横跨三个区 包括联雅前镇居民的意见 甚至很多的意见是直接反对的 就是说留那么多的数目 干嘛 那么我还是跟他说数目是重要的 那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当地的居民 所需要的 很多的里长要求说数目砍头 所以这是教授们的当家意见 都市计划是一个集体节育制度 并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但是它还有仍然有二级二审的保护 所以因此回过去到中央 还有一条路要走 在这个台铁的机场 这是在高雄算是非常大的一个机场 以前大概南部都是以这个机场为主 这个面积大概将近三十公顷大 那这里面其实兼具的这次的整体的都市计划里头 做开发以及在文史的保留 还有公园绿地的保留的部分 那但是呢目前所保留的区块 绿地是非常的少 高雄市政府认为已经定案了 要送到中央的这个委员会去 所以呢也告诉我们就说 如果还要再继续发表意见 就是必须要到中央 那所以高雄市政府对于绿带的保留 我现在看起来是 其实是开发重于绿带 这个地方政府如果说一意孤行的 每次这样子来做计划 我觉得没有办法融入民间的意见 甚至是保留更多的绿地 我觉得高雄市似乎 跟以往我所认识的高雄市是不一样的 另外陈丽娜也在总识讯中指出 中央部会认为大领埔千村程序 要尽早办理 而市府也会再度召开 第五次地方公庭会来进行协调 陈丽娜希望透过多场公庭会的逐一办理 请听大领埔当地地主和居民的想法 言语出都能接受 并且是最好的千村方式 认为跟我们大领埔的市民来做报告 所以表示这个案子还没核定 对不对 在行政院现在 那所以呢 如果在行政院现在所送的版本 还会有更新的内容吗 还是已经 如果说送到了中央 现在准备让中央核定 所以呢 这些内容如果核定下来 就不会有更新的内容了吗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讲 这个计划 没有说一核定 就是以后都不能修改 任何法律也是一样 但是总是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计划 所以它总是在行政的程序上 核定之后 那假如在执行的过程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计划 再做修正 再来做检讨 大领埔千村 上次其实 开完第四次千村说明会之后 王美花部长也认为 就是说 应该要赶快进入千村的程序 那但是呢 还有很多的问题 没有解决 那所以我今天就问市长 是不是会有第五次的千村说明会 那市长今天也说明了 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案子整体送到中央 还没有核定下来 等到核定完了 还会到地方上面再次的来开这个千村说明会 我们也期待就是说高雄市政府 应该针对相关问题也要提出解决办法 让他们能够 这个在这个条件好的状况来千村 不要负在千村 而随着近期舆论 对于性骚扰议题的探讨 陈丽娜也在总咨询中 以代表象征性 拒绝职场性骚扰的粉色口罩 来提供给被寻的市府居住所长 汲取从公家单位做起 保护职场员工 免于受到性骚扰的压力迫害 记着李嘉隆 高雄采访报导 带着口罩颜色